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夫骑车的兵型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556集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传承系列 Deluxe Class里头的布兰卡 它是日版头领战士里头的先锋战士队长 那这个玩具我期待度比较高 它的车型当初公布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车子真的是很帅 人形正面看也没有问题 但确实如果在我拿到之前的话 我已经上网看过了它的一个后面 不要说这个空洞 这个就不提了 这个整个后面是机器人就只做了一半 是一个标准的一个正面战士 但其实这个缺点还是要提一下 就是后面很难看 但其他各方面来说 我倒觉得这个玩具还是挺不赖的 那么它所附带的这个小的机器人 按照它的名字叫做PeaceMaker Peace是那个和平 Maker就是制造者 和平制造者 所以是叫做什么 调节人 对不对 那我顺便提一下 这个包装盒的话 我先前一直很包围 这个上方这种不规则的这个材 你看割一处两处 三处 你要割开三处的这个tape 那我现在直接开盒底 从盒底抽出来好了 那我要再提一下 他们这个说明书 因为已经不止这一款了 最近几款传承的玩具 我从盒子里拿出来的时候 说明书都是一个折到的状态 很明显就是 都是之后硬塞下去 不知道是硬塞盒子 总而言之的话 我目前好像目前这连续已经连续 这是连续两盒了 但是最近这三四盒里头 至少出现三次了 这个说明书都是一个属于被折到的状态 我不晓得是怎么怎么回事 不知道大家状况没有跟我一样就是了 然后它这款布兰卡的话 我个人喜欢的成分还是比较多 首先它的个子比一般的 对拉斯等级要稍微高一点 那关节的紧实度也很好啊 这样甩一甩 可以说是 可以说用优秀来形容它的一个 一个 关节的一体性了 那可动的话呢也不算太差啊 手臂啊转动啊 然后拳头不能转比较可惜 看上去好像有分件 但其实是没有头的话呢 是非常帅气的头条 也是露人脸带给一个墨镜的 那摇身可以转 脚前后 踢侧踢的话 也可以踢到超过于90度 膝盖可以玩了 变形的时候是完全折进去的 然后已经是成为标配的接地 可以说这款玩具的摸起来的触感也不错 塑胶也很厚啊 很硬的塑胶 不是说那种硬是非常 非常舒服的一个硬度啊 并不是那种KO或是第三方的那种硬的那种一种感觉 那它的这个附带的这个Peacemaker的话呢 它的可动的话呢 完全超乎我的想象之外 也非常的少啊 它是基本上是零可动 机器人中的撞下 应该说它是零可动 这个是变形的时候需要动啊 但是你不能说这是机器人的可动 我觉得这太牵强了 它就变上去之后了 这样翻过来 就变成一把这个攻击用的手枪 这个变形成攻击的武器啊 这个应该叫做目标战士吗 还是吧 那这个枪的话呢 就是感觉造型也是比较比较奇怪 当然我们也看过这部动画 不晓得到底还原度怎么样 这里也没有卡扣啊 非常可惜 就这样单纯的放着而已 那整体来说它的卖点的话 以我来说 就是背后比较难看 那其实人形的话 正面也是挺好看的 那变形也有点意思 车型更是我最推荐的 那虽然说它的一个配色 看起来好像很闪窄 对 好像很早期的玩具的感觉 但是我自己是 以我的审美来讲 这种玩具我是喜欢的 它有一个强烈的一种风格存在 而且它这个轮子在肩膀上面啊 这个有戳到我喜欢的机器人的一个点 那我们就来示范一下它的一个变形好了 首先的话呢 我们把这个后面的地方给打开 这里撬开 头给缩进去啊 这个部件的话 暂时先到这就行了 那我们先把这个手臂给变形完成 手臂的话呢 先转到这个方向 它原则上呢 这个蓝色这个部件 是要收进去里头的 然后的话呢 这个 应该是先转这个冲动关节 彻底的转好之后 然后呢 我们把它给 这个转的时候是这样子啊 顺序上是这样子 你要把这一块 这一块啊 这一块红色部件 要压到这个蓝色部件的上面这样子 然后呢 再透过这里这个双动关节 把它给推到上方 那这里也是相同的一个变形的一个结构 重点就是呢 这里 这一块啊 这一块部件 这里是一个双动关节 这里要折得非常非常的扎实 然后转上来的时候呢 是要把它给躲过 躲过这样子 看到没有 红色部件 你这个 这个地方 它是一个手 怎么说 这是一个 变形容器 它是一个手的一个 手势 就是 这个蓝色部件上来的时候 顺势的把这个红色部件 压到这个蓝色上面 这个 这是一个感觉啊 总共言之 你就必须这么做 那打开一下啊 先把这个水蓝色的这个 透明部件给放上来 然后两侧就做一个简单的合并 这个合并就没有什么难度了啊 到这边 那再来的话呢 把它的这个顶盖 或者是说挡风玻璃打开 再来就是把这两片部件呢 这两片部件是非常容易喷溅的一个球关 那我也可以理解它为什么要做成球关 因为你不做成球关的话 它实在是太容易去喷溅了 与其说会坏掉布 然后喷溅 这两片部件的话呢 推到下方来 那因为待会这里有一个凸 跟有一个凹 要做一个结合 然后腰身先旋转180度 再来就非常简单的一个变形 大腿收进小腿里头的一个变形过程 这样子放过来 那放过来之后的话呢 它的一个内侧是有一个洞的 它就是要扣这里有一个凸 然后这个凸再去扣这个凹 这样子 以气合成的呢 把它给扣起来 那这个地方跟这里的话呢 就是你要稍微 就是稍微利用一点塑胶的韧性 把它给推下去 然后这里面的这个大腿的话呢 要整个的给压进去 要用力压进去 它还是有一个空间的 那上方这个 再把它给扣上 好 到这边这一侧的变形就算OK了 另外一边的变形我们就可以快一点了 这样子推下来 那这个记得啊 先把它给往下翻下来 到这边 好 把它给推进去 那这里推进去的时候呢 就是这个地方 要利用一点点 一点点塑胶韧性把它给推进去 好 这里 把它给扣上去 这个地方的变形 主要就是怕它那个球关 它会喷溅啦 这是它最最最最不妙的地方 好 这样子 把它整个给压进去这里 建议是把它给压进去 好 到这边 这一款布兰卡的一个变形过程呢 基本上就是算已经变完了 我们先看一下它那个可动好了 看一下那个可动 可动 不是可动 滚动性了 滚动性 我个人觉得还算可以 而且它是一个轮子的话 你看到没有 久违的 这个卯钉终于又出现了 非常令人感动 然后底盘 很扎实 它的车型其实很好看 就因为它塑胶很硬 所以这个玩具挺 本身还挺沉的 那大小的话呢 也比这个一般 DELUX等级 感觉好像稍微大了点 那厚度的话 也是毫不逊色 可以说这个车型 是当时吸引我 喜欢这个玩具 非常大的卖点 当然我人傻挺多 官方说什么 我本来就买什么了 那它附带了这个武器 这个 它一样可以扣在上方 这里 这里不是两个缺口吗 那这里有两个 红了 这印第安人跟阿凡达的一个结合 这样子 好扣上去了 那这个武器 就是直接打载在后方 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还可以吧 并不是 还不算特别蠢了 还不算特别蠢 那博派的标志在这里 它在前方的这个 有个银漆吧 银漆的一个勾边 整体来说的话吧 就玩具摸起来很舒服 有那种老玩具的那种手感在上面 个人比较推荐 大家如果你很在乎它 人型后方的缺口 空洞的话 那就另当别论 然后透明部件什么的 尽管就 人型的背后确定比较多 但整体来说 我个人觉得它还是 相当不赖一款玩具 也是蛮值得拿来推坑的 那今天的话呢 就给各位记得到那边 非常谢谢给我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